超市有新的進度 而且很有可能很適合當國衛改革之後 第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的案子 他的新進度是怎麼樣呢 大家耳熟能想 知道說去年超市 超市 進口了很多巴西蛋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追了很久 一個民眾最關心的進度是 農業部終於承認 去年一整年進口那麼多 過期的雞蛋一共花了多少人民納稅錢 進口加上後來又銷毀了 花了人民10億的納稅錢 可能很多民眾因為這個題目後來追太久 沒有去追了 事實上我們追出來 就從農業部的部長嘴巴裡面很清楚講 從買雞蛋很多進來有5千多萬顆 連賣都沒賣出去喔 後來又銷毀 加上銷毀的錢 一共用了10億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第二個 大家對超市就非常有興趣的 包括國商跟我我們接地去追了很久 不是超市不是只有在去年進口的巴西蛋 我們現在追到 他在前年就進口了 日本蛋 而且日本蛋裡面有兩個非常大的疑問 第一個他有兩家 兩家進口 結果超市進口的是2500多萬顆 另外那一家 只有500多萬顆 就他的領頭喔 另外那一家 有合約 超市竟然沒有合約 我再強調一次 這不是在菜市裡買2千2千5百多萬顆的蛋 不是蔡市長去喊價 我們的農業部跟中央市長會 跟超市竟然一個合約都沒有 我們之前去追說你把合約拿出來給我們看 他們說在找 找到半天 後來聞到我的辦公室 我們跟國昌一看 連合約都沒訂 所以昨天國昌跟我在經濟委員會都問了農業部長 這會不會太離譜 就是第一個點 你買了2千5百多萬顆 從日本買蛋進來 連一個合約都沒有 這有沒有嚴重違法的問題 第二個 超市最早成立就是前年 他成立完以後沒有兩個月 一個資本俄國長班 那個秦老闆出幾千塊 他是一人公司 一個資本人50萬 老闆出一千塊錢 一千塊錢的公司 馬上承包了一個上億的日本蛋的進口 隔年就承接了巴西蛋的這個進口 十年不開張 開張吃十年 他每次都是農業部 或者是中央續產會 或者我們覺得有需要蛋的時候 他就突然跳出來 平常他都沒有其他的營業效果 這會不會太離譜 這麼小一個公司可以做這麼 在日本蛋的時候 一億多 到了隔年 這個巴西蛋 又是好幾億的這個生命 這兩個疑點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昨天 國昌很清楚 逼著農業部的部長 說你把行政調查拿出來 昨天你在問他的時候 他說有行政調查 而且他也認為有問題 做完行政調查 他已經送到檢調去了 所以這個事情很有機會 可以水漏輸出 一方面是檢調也開始查 因為行政報告一方面 這幾天會送到國昌跟我的辦公室 這是一個點 我們會再看行政報告做的是怎麼樣 第二個 他也承認 已經送到檢調去查 第三個 現在國會改革 的第一槍 很有可能就是超市的這個雞蛋